就连铁皮围犁都要贴上封条 这里是松丰公司位在高雄大树的厂区 也是理性台商关系公司之一 虽说是松丰地址 但大门公司名却写着 另一家也被撤照的预计仓 是李先生吗 跟理性台商有关系的11家公司 包含金镇 嘉广 海顺 全数被撤照不准营业 高雄市卫生局追查苏丹红 辣椒粉 意外追出这11家公司以及犯罪手法 原来47岁的理性台商 27年前就在中国成立龙海同济公司 2010年在台湾成立同名公司 之后陆续让亲友当负责人 成立了这11家疑似要分散进口风险 有鉴于上述关系企业 故意恶性透过不当手法输入有毒辣椒粉 影响各食品产业中下游情节重大 废此上述11家公司的食品业业务 登记事项及食品业者的登录 高雄市卫生局12号一早大动作派230名人力 到松丰厂区贴封条 只表示说正配合地检署指挥侦办 清查并统计相关竞销项与数量 至于检方声压负责人失败 预计12号上午向高分院提出抗告 好将案情厘清 进行为林清顿节采访报道